哈囉大家好,我是竹炭,那這次我要補充一下就是 上一次環太平洋的活動,就是有些活動我會發現一些東西啦 所以我想說我來簡單再講一下 那就是我們煉風穿梭的部分的話就是它炸彈 其實是有存在各種類型的 那各種類型的時候它就是會有就是 以圖標所示為準嘛,所以就是它能炸開什麼格數的話都是 以它圖標上面就是它都有顯示 就是它都有顯示的很清楚就是這顆炸彈能炸的範圍是怎麼樣 所以就是你在探索這張就是這個星球的時候就是要看你的炸彈是可以怎樣 怎樣去做 就是應該說最大化去 就是讓這個炸彈的CP值高一點就是怎樣就是 最大化使用它的那個炸開格數啦 所以就是你們在用炸彈的時候就是自己要看一下 然後左上角的部分它會有開放一個就是所謂的自動探索 我個人認為 還是不要使用會比較好啦 雖然會比較輕鬆一點 但是我覺得還是自己一個一個點比較好 那再來就是昨天有出 應該說今天凌晨的時候有出一隻就是 五星戰狼Tango 然後這次 的定位它其實更像就是給新手玩家們使用的英雄 那我會推薦什麼玩家呢 什麼玩家就是去做購買 就是可能你剛接觸這個遊戲 然後你還沒有一隻五星英雄 那我會建議你去做購買 然後這隻的部分的話它其實已經比大黃蜂還要強上不少了 就是它能力就已經比大黃蜂 我覺得好上不少了啦 然後 它的那個技能就是全部單位都會增加15%攻擊 然後攻擊野怪的時候又會再增加15% 基本上它就是定位就是給新手使用 那 它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它有對於 就是它技能命中的時候會對單位就是 添加就是15%的攻擊力降低的效果 那這個意思是說 其實它也蠻適合使用在海軍的 雖然它是陸軍的英雄但是 它其實蠻適合用在海軍的就是 海軍會比較有一個體系去跟它做搭配 然後 它的專屬技能的部分的話 其實也沒有什麼額外的特別的東西 就是基本上就是 就是純粹的能力增加而已 所以這是我個人認為就是 比較偏向新手部分的啦 但是 它的部分的話我會覺得還是 比大黃蜂來的好上不少 所以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可以就是做購買 然後或者是你想要收藏 也沒有關係 但是我覺得 很老手的玩家可能就可以不用花這290塊了 因為 因為大部分老手玩家應該很多英雄都已經無心了 然後你應該也會有做 就是你也有對列了 所以其實這隻英雄我覺得沒有到時候很必要 除非你想要就是 買來當紀念啦 那再來 還有一個東西就是 目前 就是 打怪物的部分的話 目前 進來是隔規入侵嘛 那隔規入侵的部分的話 欸 我會 盡量建議 就是每個玩家就是盡量去打 不 就是 不要只打30次 不要只打30次 就是盡量就是 有體力 有額外體力 能打就去打 因為 像我們第一隻鬼頭刀嘛 就是那時候大家都只有打30次 然後並不知道就是他之後還會出就是 應該說知道他會出虛擬戰 但是不知道他的獎勵會就是 他之後還有出那個擊殺獎勵 就變成說什麼 就是如果你 越晚去把那隻怪物給打 打倒的話就變成說你那個 擊殺獎勵領的就越差啦 所以就是像我們伺服器那時候都還不知道 所以就變成說 人家都已經超前我們就是 好幾個進度了 就是人家就是 很早就把鬼頭刀給打掉了 所以他們就是 每個都已經 就是26關了嘛 前面都已經26關 然後我們只能打到21關 因為他每天限制你只能打5次 所以 因為有打5次的限制 就是在這個情況下就變成說 越快能把怪物給收掉 那你們後續能領到的那個擊殺獎勵就越好 所以我會 就是建議就是 每個伺服器的玩家就是 能 趕快把那隻格規打倒就趕快 然後這樣 才可以讓你之後領的獎勵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 還有一點就是 其實你多打格規其實也 沒有到說 壞處 這也不是壞處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 就是 就是 他0倍歸他這個怪物箱裡面 他給的東西其實 有些東西是還不錯的 就是比如說 有橙色 就萬能碎片100片 然後跟那個 隊伍裝扮箱嘛 隊伍裝扮箱就是對列箱嘛 那這些東西其實 我們蒙里他們也都有人 有抽到過 所以就是我還會 我個人是蠻建議就是 各位玩家就是 你如果有多元體力 能刷就刷 說不定就是那0.1%的幸運兒這樣 那以上就是我這部影片的活動內容的補充 那 還有一個東西要補充就是 暗月節的部分就是 我上次沒有講到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就是 他暗月節就是 就是 就算你的硬幣已經 很多了 但是也是還沒有辦法做兌換的 就是因為 他的商店兌換還沒有開啟 他要在 目前的話 以目前看就是還要在17天 然後這整個活動結束的話 還有22天 所以就是 他會在活動快要結束的時候 才會開放這個商店 給各位做購買 所以他的時間其實還是蠻夠的 還是蠻夠的 所以就是這段期間就是 請各位就是 多多的去花體力 就是打個隔規也好 就是打個隔規也好 那 下一部影片我等等 就可能就會開始做錄影了 就是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就會做有關於基督賽危機的 我就會簡單來講一下 就是目前陸軍的狀況 好 那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我會盡量快 好 就這樣 掰掰